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阿南德在10月22日预测中提到 进入12月的第二周 全球会发生很多问题 除了新变异猪肆虐 还有各种天灾降临 阿南德的这个预测 想不到果然成真 奥米克戎病毒至少攻陷世界40多国 WHO宣布 奥米克戎风险仍然非常高 美国出现30个龙卷风 中国西安封城 奥米克戎入侵台湾 疫情与灾情真的出现戏剧性变化 而且阿南德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小心2022年一个最关键的灾难时间点 阿南德早在6月和10月的预测中就指出 2021年12月10日之后 开始就会有很多问题 包括自然灾害 饥荒 洪水等气候灾难 以及COVID-19延伸的其他问题 阿南德还特别点名中国与美国恐受影响 果真 12月第二个星期左右 世界真的是非常不平静 美国发生龙卷风等天灾 同时 奥米克戎变异株在世界各国扩散 已经攻陷世界40多国 中国西安市也因为疫情重燃而封城 印尼东爪哇省 赛梅鲁火山盆发 台湾 日本 秘鲁 印度 海地 阿拉斯加等国家 接二连三的发生地震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中国河南 德国 印度南部等地区都发生水灾或大洪水 看来2021年最后一个月真是一个多灾之月 很多大事都在这个月发生了 据不完全统计 在12月至少发生了12件大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12件事分别是哪些事 第一件事 2021年12月4日 印尼东爪哇省赛梅鲁火山盆发 第二件事 2021年12月5日 奥米克戎病毒已经攻陷世界40国 第三件事 2021年12月6日 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12月9日 五眼联盟的所有国家 英、美、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全跟进 第四件事 2021年12月9日 WHO秘书长谭德塞指出 不管奥米克戎传染力如何 也不能对疫情放松警戒 2021年12月29日 WHO表示 奥米克戎变异株造成的风险仍然非常高 第五件事 2021年12月10日起 美国中西部当地时间周五晚间起 连遭30场龙卷风的侵袭 第六件事 2021年12月12日 美国COVID-19确诊突破了5000万例 Diota变种病毒持续威胁 最近发现的奥米克戎变异株则日渐扩散 第七件事 2021年12月14日 印尼14日上午11点20分 发生规模7.3级强震 第八件事 12月16日 强台雷伊横扫菲律宾 沿岸全毁 死亡多达375人 第九件事 12月19日发生5.3级地震后 大陆多省接连地震 包括四川 西藏 江苏 河北 山东则在21日发生塌陷地震 第十件事 12月22日 缅甸玉矿山崩塌 工人卷入湖底 失踪80人 凶多吉少 第十一件事 2021年12月23日 中国西安封城 第十二件事 12月24日凌晨 孟加拉克伦暗夜大火 至少38人丧生 阿南德在之前的预言指出 因为火土相对位置 某些国家或地区 6到11月会出现新一波疫情 12月16日的预言指出 因为有一个卡拉萨帕瑜伽的现象 能量强大 影响着地球上的一切 在星象不利的情况下 全世界的朋友们 请以各种方式保护好自己 阿南德说 2021年的8月9月到11月 木星正处于魔戒座当中 对世界不利 有可能迎来新一波疫情的高峰 无论你在做什么 处于什么位置 一定要小心防范 而这一个预测也早已成真 阿南德还说过 2021年11月之后 经济和市场将会有所好转 但是疫情不会 疫情将会一直肆虐下去 而这一个预测 无疑也已经应验了 阿南德说 2023年4月之后 经济好转 疫情才会逐渐减少 但这个减少也只是暂时的 关于这条预测 还尚待大家验证 是否应验 阿南德表示 我们生活在非常严峻的时代 一个全新的时代 现在距离我们发生 580年来最长的血月 还不到一个月 现在又来了卡拉萨帕瑜伽 这是一个罕见事件 因为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都在轴内 要让所有的行星 都在黄道12宫内的180度 并不容易 但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 经济肯定会在 接下来6个月受到影响 特别是2022年3月和4月之间 未来很多年 人与人的关系规则将会改变 疫情共识 整个世界还是不能答应 阿南德警告说 接下来的6个月内将非常糟糕 在那时候 我认为会有很多改进 我希望大家进行祈祷 并期待疫情改善 最后我阿南德说 一切都取决于这一件事 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有个交代 我们要对神有个交代 因为人们正在无知地摧毁 神的创造 在不断地造业 这是这个黑暗时代的 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认为 是时候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 业力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 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传播真相 保持善良与对神的信仰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艰难时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心中有神 永远相信神的话 相信他的创造 聊完阿南德的预测 我们接着来看 目前我们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传染力强的奥米克戎 在全球快速扩散 引爆新一波疫情 特别是中国大陆 更是迅速蔓延持续恶化 目前 奥米克戎相继攻入天津 广州等大陆四省城市 WHO在COVID-19流行病雪 最新的周报中指出 在疫情快速蔓延的几个国家中 奥米克戎变异株 已经在若干个国家 取代了Delta 成为主要的流行病毒 WHO日前也发出新的警告 奥米克戎比其他毒株 造成症状更轻的结论 是不明智的 许多丹克戎药物 对其都没有用 证据表明 奥米克戎传播速度 明显比Delta快 已注射或染疫后康复的人 更有可能被突破感染 或再次被感染 促请各地民众 短期内取消或延后 节日活动 保命要紧 奥米克戎拥有前所未有的 大量突变 来势汹汹 美国陆军研究所 前病毒学专家林小旭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 这些国产疫苗 所激发的抗体量 并没有变少 而是因为抗体失效 一定程度上表明 奥米克戎变种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 非常不同的血清型了 在抗原方面 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林小旭表示 目前大陆进一步强调 打第三针 但没有任何能够 抵抗奥米克戎变种的意义 用科兴第三针 也不能解决问题 他认为 奥米克戎变种 成为大陆主导病毒 也只是时间问题 奥米克戎将是中国 面临的最大威胁 中国病毒学专家张文宏 12月12日 在大门区科学论坛上也表示 奥米克戎未来可能会出现 多种传播场景 最严峻的形式 可能是病毒传播强 毒力较强 注射加强针也无效 英国伦敦地工旅工学院 近日发布的一项初步的研究 也显示 奥米克戎毒株引发的 二次感染的风险 是Delta毒株的5.4倍以上 报告指出 我们没有发现 奥米克戎的住院风险 和表现症状 有低于Delta的证据 据WHO的数据 目前全球已有106个国家 发现奥米克戎变种病毒 英国近南非感染 奥米克戎 而住院患者明显上升 在美国 奥米克戎目前已经取代 Delta变种成为主流 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告 12月18日当周 奥米克戎病例已占 新增病例的73.2% 只用了短短三周时间 丹麦卫生部21日表示 因奥米克戎的广泛传播 已是境内主流病毒株 过去24小时 新增13558个确诊 数字刷新记录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发现 新一波的疫情 正在对我们虎视眈眈 构成生命危险呢 最后 我们还是再来聆听一下 阿南德的警告 小心2021年12月 疫情与病毒危机范围扩大 所有人的防疫螺丝 不能放松 好 今天的节目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我们下次见